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来到我们正向早晨的正向祖民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1月15号 首先这里有我们的社长Greyman Wong 为大家早晨 有我们澳洲的珍彼氏 你好,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没按订阅的就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订阅是免费的 如果没去过我们的主台 望向编辑部的 都一定要去收听 点赞分享和订阅三部曲 就是希望壮大我们中立和平和理性的声音 好了,这一次主要就是说 等了很久,林郑终于做些事了 其实她是上半部 在八月左右已经做了 今次暴黑暴之乱 差不多完结的时候 她就再加码 正放水了 而这次放水坊间就有一个 她就是用了建制派讲的 东西出来 去做的 但是她始终没什么提过 别人的名字呢 首先就是两元 60岁两元搭巴士 搭公共交通 搭巴士 这件事 她就没什么提 就是她没有提过梁美芬 梁美芬 我们中中中有中 我记得 两个月前 我们说了 再加码 谁知道是真的 现在才顶 我们其实不是两个月前 是她说 是施政报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说 是一定会加码 我们说 因为你没可能 就这样说 做完施政报告就算了 因为 施政报告出来之后 其实还有 不少好事之徒 是不断批评林郑的 搞事 而是不公道的 说的话 尤其是 我觉得最不公道就是 那些蓝丝的KOL 在那个情况下 他们做的事根本跟 所谓的黄丝KOL 就是好像老少那些 没有差分别的 一样的 他们两边说的话是一样的 其实就夹死林郑 当然民情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们是顺着那个势来做 而不是尝试去 留意习声 尝试去导向那个民情 他们的做法就是 他们就要告诉大家 现在呢 我很懂事 对了 我很懂事 政府都要跟我的说法来做的了 所以我少过毕业而已 是不是 我不记得了 你说这句 我打了 但是我不是小学毕业的 大佬 你又不是 你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认你 真的 打了一招 有些人而已 我不是小学毕业 识识的人 都知道我把砂纸针的 上网查到的 但是呢 有些就是 so call 叫做很有经验 就是经验 答到 答到旧 在这儿 阿姿阿朵 摩洛哥 我做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 我做过什么什么七七 诶 sorry 讲了错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做过什么什么七七 所以这样做就对了 最重要的是 听我说 就是郭富城那首歌 唱这歌 听我说就对了 对吧 哈哈哈哈 那我也不知道 不过 那就是说多一件事 利民措施 绝对欢迎的 我们 不过我们也提过林郑 一定要多谢建制派那些人 那她没有做 你留意她 就是有点怨气的了 老实说 是 因为梁美芬已经立刻出了个post 说两元搭巴士是我们说的 另外还有民建联一直说的 那些人要轮后公屋 超过三年 不妨给他账贴 也是民建联 但她也没有提 这个是林郑本身的人的大忌 其实你不需要跟政党去争 因为香港其实是沿袭英式政府 就是你无论怎么说 你都是殖民地政府 是英式政府 你本身有一样东西要做出来的 你就是说我是愿意聆听民意 你香港这一次她最错的东西 她不肯做一个样子 我愿意听你说的 她总是要跟你的盟友斗气那种 是很怪计的 她认为这样是表现出强势 其实并不是 所谓中国人也有说 虚言立战 就叫言君 所谓立战就是听你说的 如果成功了 如果成功了 多谢你一句 那些人会说你心里有胸襟的 林郑一直以来就是给别人感觉 你是很打打 你是很聰明 你是很聰明 不过 你个人有些刚愎自容 这样想的 这件事到现在都是 或者说我很喜欢濫空 其实我觉得聪明一点会好一点 因为始终你靠这些人去 如果你想这些人帮你 不敢说卖名 帮你做些实质的事 不会放她的手脚 你始终都要认到她 因为社长常常说的 让你 让你给她的 是吧 还有他们都 如果你不让你给别人 人家以后有好计 都不会说出来 不像 都想说 不像我们的什么都 都抖出来说 是吧 那当然 那这个当然 我们 我们就 当然好像 很聪明 有些人说 你们自认很聪明 你们的水平不够了 太自大了 这样 那没所谓 你可以这样看的 那你这样的留言 我都觉得你 水平很低 那个 也都很自大 在我们这里这样留言 那你这么聪明 就自己开台去说 是吧 就是你不需要在我们这里 留言 在这里推广你自己 是吧 是吧 我们这里没有聪明 但是我们 记住什么 人家是不是三个臭皮像 但是我们有六个 是吧 所以让你两个诸葛好明 是超过两个诸葛好明 是 答多了 哈哈哈 那我说笑而已 这个就不是自大的 不过 利文措施 慢了 但是有做 那 我自己就收货 其实我十月的时候 她 林郑做那个施政报告出来 我都收货 就是 大家会留意到 其实她一出了施政报告 我们就 没有出声再罵她 其实 整件事就是 因为她已经是 在做应该做的事 当一个政府在做应该做的事的时候 你应该 一般人的责任 就是配合她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这个是我粗钱的看法 当然是 那有些人当然是说 不是啦 一定要罵爆政府才行的 不罵不松化的 这个政府 就是 就是很坦白说 当建制派的人 罵政府的时候 你一只手指指着政府 其实有四只手指是指着你自己 因为你建制派都是政府一部分 政府施政好不好 其实建制派 就是有些人就说 就是好像曾玉成就说 有欲无荣的 这样 那个情况就是 为什么你不去尝试去做到共荣呢 是不是 而一定要说到自己这么凄惨 有欲无荣呢 这样 或者只是要 荣誉给你们这些从政的人 而一些资金都不给政府呢 其实大家 就是一个团队 就应该 喂 政府和建制派其实做的事 大家都是类似的 说真的 都是想香港好 建设力量 是不是 就是你应该 所以 别人说得好的东西 你就给人资金 别人说错的东西 你就指证他 其实应该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世界 就是我的看法 当然 有很多人就说 你这些看法没有用的 不对 这样 都可以的 你这样说都可以 都没问题 是 不过你这样说的时候 最好不要再在我们那里放出来 这些东西 就是 我们就不是说这些东西 就是这么说 嗯 那大家 其实这张图 我们给大家看很多次 画面那张 就是一张PDF 那其实改善民生那些东西 我们是说得 就是 是说了一样东西 就是 其实林郑出这份东西的时候 这份是施政报告的那个 嗯 一页子 就是怎么说呢 算是懒人包 其实这个是一页子说完的 那 嗯 嗯 很多东西呢 其实 本身我都是收货 比如 公共交通补贴 升到四百元 嗯 那 来到游轮 不是来到渡轮 都有补贴 那 那还有 豁免青鱼干线的 收费 和 将军澳隧道 收费 啊 那其实 整件事都是好东西来的 就是 这个施政报告 根本上就有很多好东西在里 但是 当时建制派他们说的是什么呢 就说 哎 你那些土地政策不行 什么什么什么 尤其是 叶太 其实叶太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做得很错 就是他说 他说的一样东西就是用习主席说楼不是炒的东西去攻击林郑 没错 楼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 也都不可以太便宜出来 在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情况很特殊 因为政府 的收入 绝大部分是来自土地收入 就是土地 卖地的收入 那你楼如果突然之间大塌的话 会怎么样呢 其实是要稳定楼市的 就是我认为 最重中之重是稳定楼市 以及 尽快增建公营的房屋 因为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私楼的楼市坏了 其实香港的整个经济都不行 整个经济都不行 你建公营房屋都建不了 这个是 你说 就是香港 这种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上 留意一下 日本 他的 迷失十年 就是由 他这个 楼市倒下 开始 美国 他那个 房泰美 房泰美 楼市一倒下 他的 经济又倒下 因为其实 次岸危机 是啊 次岸危机 其实 所有东西是建基于这个楼市的 因为 他们认为 你用的楼市 是帮你的人做储蓄资产增值 你的楼市慢慢 是要令到楼市稳步上扬 或者 不是要它突然一塌下 因为一塌下 就会很多人有负资产 就会很大事 回不了身 银行 银行 那些都会不行 基本上 这个资本主义社会 的弱点 除了 就是 最大的弱点 是楼市 所以他绝对 不会被楼市倒下 他能够 你的楼市 但是他不会让楼市倒下 所以 叶太说的 叶太说的 是错的 那时候 我没有很严厉批评他 其实 因为 我以为叶太也会 做一些好事 叶太他有一件事 是错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 杨家财 就是他用了习主席 来说的 那句话 其实习主席的意思 都不是说楼价要压低他 而是要将升值预期 就是 弄走 其实现在 其实内地的做法就是 你内地的房屋 就是用来住的 那你真的没有了升值的预期 但是 都会保值 问题 是这里 你不要看错一样东西 那个政策 其实就是 不是说楼市的 那个价值太高 要弄倒他 不是的 其实你去内地 去一线城市 你看一下就知道 其实 广州都没有跌过了 不 就算是跌少少 都 都不会说 好像 50万元平方 想到5000元 没有可能的 因为他始终有价值 他要稳定的 最重要 而且他最重要是稳定 还有一个就是 内地是大城市 是有限购的措施 嗯 也有限卖的措施 是两样都有的 相关齐下 你香港做不到的 所以林郑她只可以做一样东西 就是令到 多一些 没有手机 容易上车 容易上车 就是 减少 起码减少了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的怨气 减少了一样东西 因为现在 其实施政报告有一段 其实 就是我看了 那时候看了 就很有感触的 我那时候没有分享过 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第二段里说 就是林郑说的 香港一直以来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而文明守法自由 多元包容 互相尊重 是这个亚洲国际都会引以为傲的特征 但是短短几个月里面 因为最初反对政府修订同管条例 而引起的社会冲突 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 不同地区在过去四个月 那时候是十月 记住 发生了超过四百场示威游行和集会 往往都演变成暴力抗争 导致超过一千一百人受伤 及超过二千二百人被捕 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 并以起底私了 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 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惧 市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打击 从事各行各业的打工仔和大中小企业 对香港的前景都非常担忧 市民都在问 香港可否回复正常 香港是否仍是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 其实现在他们那些所谓的黄色经济圈 其实是监日乃猴 有些人搞了米芝连贴纸 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去搞的 其实和以前黑社会摆盘吉在你门口 问你利是没有区别的 我跟大家说 其实 有时就是 我觉得 我们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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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那些暴徒的极端合围 但是我们这样都是错的 对于某些人来说 对于激烂的人来说 我们的说法都是错 支持政府严厉执法都是错 因为你要骂政府才是对 其实10月出了这份施政报告 我对林郑是改观的 因为 她基本上这份施政报告是跳出了她一直 就是怎么说 施政报告的框框 以前施政报告不会说那么多慰民纾困的东西 真的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财政司那个 财政预算案里都说的 那好了 其实香港现在的情况 其实除了极端的心亡之外 激烂也是有问题的 我认为 当然有些人说 你经常批评激烂的人 那问题就是 你和他们互相激奖 就是一只手是拍不响的 有一帮人做事 就是拍子起舞 我最喜欢说这句 是啊 就是跟别人的拍子起舞 这一件事是最可恨的 而且有一部分的人是不断宣扬 要跟心亡的人的拍子起舞 这一件事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危险的 那如果你要香港会不会 如果你要香港回复回正常运作 那你首先要一件事就是要去极端化 所有社会如果要正常运作的话 都是要去极端的人 无论你是极端 就是怎么说 心亡所谓的 或者极端男 其实都应该修炼一些 或者将那些人变圆化 不要让那些人的声音变成主流 因为当那些人的声音变成主流的时候 我们就死了 我们一定是死了 那这次做民生的事 我觉得绝对非常好 林郑做民生的事 我觉得也还没做完 她也会有更加多的事情 那就再给政府一些时间 是不是 你再狂闹也是没用的 我认为 还有批评是要适当批评 我觉得 政府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做得到 譬如之前 大规模拘捕的那些示威人士 就是由驱散转为大规模拘捕 那时候最初的时候不够人 是做不到的 是要等到他们那边细弱了 越来越少人了 因为警察的人数不会减少 那就可以拘捕 现在是不是慢慢在做 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过程 是不是 不够快 要很快 是快不了的 因为他们 其实说真的 10月的时候 那个势还在他们那边 我跟大家说 10月 就是这份施政报告出的时候 那个势还在黄丝那边 你可以出来说些很激烈的东西 自己买完广告出来 将自己的言论推出去 但是 相信了的人其实是很惨的 我觉得那时候 我本来是很想严厉批评 但是台仰是压低我 叫我不要批评他 因为那个人的势力也很强 实力太强了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从来都是 其实如果是我 是可以完全自己做事的话 我是一早就骂他 说真的 因为太多荒谬的东西 还要不断地传 有些人还是传去 其实 其实 极端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传 或者强烈批评 香港警察做得不好的事情都不要传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因为警察已经很辛苦 你再传这些事情根本没意思 对警队构成一个没必要的压力 因为你说要抓人那些事情 是抓得到的 但是不够人 他都想做 最初的时候是不够人 所以这个策略一定是驱散 是越来越少人的时候 你才可以个个都抓 那当然了 你这样的做法 就是最极端的人会跑掉 因为最极端的人 其实就是精脆尾的 很多都 尤其是带头扔汽油弹的人 带头扔砖头扔汽油弹的人 带头扔砖头扔汽油弹的人 是一个都捉不到的 到今时今日都是 他扔完就走了 还有煽动那批人 其实都 应该说不要抓那个 就是这么多 那么多 黄KOL 都没有事 所以来看都是 这些不是香港警察可以做得到的工作 就是如果你要去处理那批KOL 不是香港警察做得到的事情 不要要求香港警察做这些事情 因为做不到 尤其是拉议员 就是 约谈就可以的 但是是不是实际可以告得进 其实我也觉得很难 就是不要因为告不入 就是说 司法制度已死 而是要明白 那批人是聰明的 从来都是聰明的 他们里面有很多人是律师 他们是 律师 是很懂去玩这种 这一样东西 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人 是很懂玩文宣 玩律师 要卖小匠 捐弄捐拿 我们这边的人是很难 就是一个止暴制乱阵营的人 你是要 要什么 他要完全全落足他 是很难的 你想想只要有一步 你要告他里面只要有一步是错的 就因为那个法律 就是完全的法治 就是要根据条文 而这帮人是很懂得 条文里面的一些漏洞 去和你磨圆又磨 磨圆又磨 因为这个英式法律的话 应该说普通法治是凌重物网 他们就是用了在这个重字上面 我不会说重 其实应该说 他是故意 因为英国他们本身 他们本身是经常遇到这些东西 他们历史上有很多次都遇到这些东西 他们基本上也有政治需要 因为他们是觉得 我如果强力打压你 你们那些人 是会没完没了 但是他会 他是利用这个法院 来一个和局 但是 就是说 我是会放你一次 但是如果你再出来 我就会打死你 这个是他们本身政治上需要 要这样做 我是抓了你 審了你 我会放你一次 但是在审理的期间 你要给庞大的律师费 让你害怕 当你再犯的时候 我才会打死你 这个是他们的 他们的法例背后的统治精神 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中 而是说 我是放你一次 等你有后路走 不敢再来搞 因为只要你被他严刑进化 的话 他 譬如说 以前 有几件事 就说 好像在中国发生的 我抓了你会打靶的话 给你指证我会打靶的话 我就会砍死你 如果我不用打靶的话 我就不会砍死你 后面就是一套这样的逻辑 那当然了 其实施政报告 那时候我看到 其实有几件事是很好的 有一件事 就是第四节 不过我不会读出来 因为第四节 其实很长 坚持一个两个原则 其实核心就是 而且对于鼓吹港独 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 是零容忍的 这个是林郑说的 那有些蓝丝的kyl 我觉得他绝对没有看这份施政报告 他就不断在那里 就是出了这份东西 就在狂骂林郑 还说中央都不是真的支持他的 有很多 就是传一些谣言出来 还有 就有关于郑若华的谣言 是蓝丝那边传得最多的 我跟大家说 还有一份报纸 还有西方的报纸 郑若华是蓝丝传得最多 是 绝对是 我告诉你 还有 其实他应该说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 刘大良都经常说的 其实就是 两个巴掌在拍掌 其实我这样看 其实 方向报 就是东方日报 和苹果日报 就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这个郑若华 其实我们之前说过一节 居然 以前是死对头 还有你要看到就是 其实心男 就是激男 我会用激男去说 激男和心王 他说一样东西 都是法治已死 第二 这个是林郑说的 法治是香港极为重要的核心价值 是香港乃以成功的基石 我们必须切力维护 不容有失 法治的多个要素就是 包括人人必须守法公正严谨的执法 现在香港警察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支持香港警察 不受任何干涉的刑事检控 和独立的司法裁决 都必须受到尊重 不可偏废 有一位最特别的蓝丝KOL 其实他不是蓝丝 他不是说自己是KOL 他自己是有一套人帮他拍片的 所以每次说出来都是你听到的想 他想你听到的重点 他这一套东西是一个传播的手法 他就是说一套什么呢 就是 鄭若驊说不行 刑事检控全部脱漏 独立司法裁决都是不可靠 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 事实上香港政府在做的事情就是 协力维护这个法治 协力维护这个法治才是对香港人最大的利益所在 并不是他们说什么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就麻烦了 如果真的是法治意识 我们全部都不行 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 还有香港 林郑说香港有制度优势 其实我不认为香港有绝对的制度优势 但是香港在某些制度的东西 其实是OK的 是对小的 是对小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传媒组织 公务员团队里面有一些人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林郑英出来说 她不会 她不会手冤 不会手冤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情况就是 不要让少数人的问题 港城是整个政府都有问题 就是政府里面有些人是有问题的 你一定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是林郑是废的 好 今次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这样 好 多谢大家 大家记住 要订阅我们的正向报 点赞和分享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